你就给我冲上一斤就行 要一斤 也别多 就给我要一斤 这个虾是25 一斤 25块5 25哈 好嘞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王 这是咱们刚才在菜市场买的虾 刚好是500克也就是一斤重 为什么今天要买虾呢 我是想做一个实验 就是买虾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纠结 这个虾头是真的不好吃 然后也确实是没办法 扔了吧它又占重量 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说 想买这种不好的虾仁 但是虾仁的价格好像貌似看上去 又比整虾要贵很多 那到底是买虾仁划算呢 还是买整虾划算呢 这个账我还真就从来都没有仔细的算过 今天我就想做一个实验 买了整整500克的虾 也就是一斤重 我把这个虾全部剥开去头去壳 能剥出来多少克的虾仁 这样我们再核算一下 究竟是买虾仁划算 还是买这种整虾划算 接下来我就开始工作了 这个虾头也是花了整虾的价格买的 这个整虾的价格是25块钱一斤 虾仁的价格是38块钱左右一斤 那我们就看一看 拨出来的这个价格 哪一个更划算 好了这是最后一颗虾我已经剥完了 那就得到了这么一小盒的那个虾仁 然后得到了这么一大堆的壳 我们把这个壳也撑一下啊 看看这些有多重 好现在我把这个虾整个放到这个撑盘里啊 一共得到了179.179克吧 也就是178.9 咱们算179克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虾皮有多少 好准啊 是139.5克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撑的这个虾仁和虾皮的这个数量啊 我大概也算了一笔账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结果 结果是很令人震惊啊 我这个虾呢是25块钱 其实就相当于是 我花25块钱买了这么180克的虾仁 按照市场的价格啊 鲜虾仁的价格是38到40块钱左右一斤 如果我们按照虾仁38到40这个价格算的话 180个虾仁也就是才14块4毛钱 这其中的差价是真的有点大呀 不算这个账是不清楚啊 总觉得虾仁卖的贵 现在看看虾仁还是划算的 事实啊 总是令我们大跌眼镜 那鲜虾仁卖到多少钱 就和整个虾的价格差不多了呢 我也大概算了一下 呃 虾仁如果是卖超过70块钱 这个价格就和其实买鲜虾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是虾仁在70块钱之内 那都是可以考虑买虾仁的 当然了 虾仁的出售形式有很多种 有的时候是 是加水的 有的时候是带冰冻的 这里边水和冰的重量 可能也会占一点分量哦 这个价格呢 也要合进去 呃 还有一种呢 虾仁它是加过那种 嗯 叫保湿剂吧 咱们叫保湿剂 或者一些添加剂的 就是调理过的虾仁 这种虾仁呢 它也含有一点额外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也是要加进去的 那究竟买什么样的虾仁最划算呢 那就一定是先虾仁 我刚才说的这个38到40的这个价格啊 就是他们现场包出来的这种虾 他们卖的是38到40块钱左右 我估计啊 可能就是不是特别新鲜的 或者是拿去就是虾头拿去做虾酱了 只剩下虾尾的这种虾 剥出来是真的很划算的 不管怎么说 买虾仁看上去还是要稍微划算一点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你就不用去剥这些虾皮虾头了 这些东西弄起来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看了今天的视频 你是不是跟老王一样 心里一下就明亮起来了 知道以后我们买虾呀 一定要选择仙虾仁 以前上过的当咱就不说了 以后买东西 还是要仔仔细细的算笔账 要不然呀 总是会被价格蒙蔽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说到这里 这个视频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你是不是也从来都没有算过这笔账啊 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了 我去做我的大虾了 拜拜